首先請您找到Mit Transcript這個外掛程式 把它加到Google Chrome裡面 第一個要先讓它授權雲端硬碟的存取 第二個你要在Mit的會議室裡面顯示螢幕擷取的按鈕 完成之後這個我們就可以關閉 進入Google Meet會議室之後 您會發現在下方已經增加了兩個按鈕 一個是螢幕畫面的擷取 另外一個就是開啟Mit Transcript所記錄的Google文件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畫面上的分享 在會議進行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們記錄第一個是聊天室的內容 第二個您可以針對目前你所看到的畫面進行畫面的截圖 那您也可以隨時打開它所記錄下的Google文件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到剛才的截圖跟聊天室的內容 您也可以透過左手邊這個大綱模式 如果您內容比較多的時候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直接跳到指定的記錄內容的位置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裡面進行即時的編輯 Mint Transcript它預設會在我們雲端念碟上建立一個相同名字的資料夾 我們所有的會議記錄所產生的文件都會放在這邊 那麼這個地方有個地方您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會議中有不同的使用者分享它的畫面 那麼每一個使用者會有一個自己的文件 所以它會在後面記錄Part2、Part3、Part4 那這個呢就是預設的第一個使用者分享畫面的